大家好,踏入秋冬季節,天氣乾燥,又需要開始開暖氣了 喉嚨江小朋友又流鼻血和,今天煲雪耳蘋果雪梨湯,是滋潤的湯水 在這種季節極力推薦,還有配搭瘦肉、蓮子和杏仁 咸味的湯水更好吃,這樣煲小朋友會喝完一大碗 我們首先來浸雪耳,加一些清水浸淋它 要剪定,接著清洗乾淨 蓮子和杏仁我都會飛一飛水,你可以用南北限,但用這種杏仁的香味濃郁一點 面頭這一層衣我也會保留,不需要突然去除它,它有它的好處 平時食積食罐裝的杏仁,這一層衣也會吃完 今次我買到這些蓮子很好,沒有心的 你買到一些有的就清除一下它 將蓮子和杏仁飛水兩分鐘,不需要煮很久 只要那麼明拿來做這tight也那樣 right 復元缺車 然後可以就可以做出一個大碗 這裏有蘋果一磅,清洗乾淨後去心 還有雪梨一個,有半磅重的 我為什麼蘋果多些雪梨少些呢? 因為我切了一點來試味 蘋果的味道酸酸甜甜,很濃郁 反而雪梨就沒什麼味 所以我放少些 其實兩種的比例份量是隨你喜歡 還要加少少瘦肉 不需要很多的,是釣一釣味 這裏有半磅,切片 還有一反塵皮,浸軟去囊 準備一些熱水 加一些油,燒熱鍋 然後爆一爆瘦肉 今次我有少少失手,瘦肉有少少黏底 不要看太久了,倒些滾水,遮住它 最好用白肉一點的瘦肉 爆過之後,滾的湯會呈現奶白色 現在就可以把其餘的食材放進去 雪梨不想煮那麼軟,可以遲一點才放進去 要多軟是隨你喜歡 給足夠的水,蓋蓋後用大火滾起 滾起後轉中小火煮一個小時三十分鐘 中途最好不要開蓋,一口氣煮到尾 這樣煮出來的湯就會濃郁,呈現奶白色 看個顏色已經覺得很香濃 平時的湯沒有那麼白,不知道是不是瘦肉黏底呢 這次特別白一點 要試一試味,然後加適量的鹽調味 用我這裡的食材份量,煮好之後 大約有這種食飯碗的六碗 就算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